今秋十月大江南北风景如画 田笼间稻谷飘香 山林中情欢果美 草原上牛壮羊肥 江海里鱼游虾月 在希望的田野上 到处都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今秋十月 宁夏影黄冠区种植的32万亩水稻 进入到成熟期 目前正开始陆续收割 在灵武市梧桐树乡 梧桐树村的连片稻田里 农机手们正驾驶收割机 抢收水稻 机器开过 稻杆被吐出后 整齐放倒在田间 在梧桐树乡 沙坝头村 这1200亩水稻示范田 也进入收割期 今年这片水稻在种植过程中 采用两种经波 科学施肥 智能化栽培等 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 来种植管理 单产提升效果超过预期 经过我们和宁夏农季推广总站 市社调队进行联合测产 平均亩产达到730公斤以上 今年宁夏引黄灌区 种植水稻32万亩 预计10月中旬 水稻收割全面完成 沿下湖南恒阳的中道收割 进入北深 秋梁收购工作全面开启 在恒阳市征乡区的这家梁库门口 几辆装满稻谷的大卡车 正排队进行签样检验 今年该梁库购置了智能签样设备 实现梁车平面自动悬点签样 通过签检分离 盲样检测 一车粮食从签样到完成 所需时间从20分钟缩减到6分钟 除了在收购环节上加速 今年恒阳当地梁库 还升级了智能梁库集中管控平台 在梁仓内 上百个温度传感器可实时检测 并传递梁情数据 达到远程实时监测梁仓情况的目的 采取一种科技化的手段 监测每个仓房的粮食的 一个粮情啊 粮温啊 虫害等等各种数据 进入10月 广西桂林龙胜县的龙井梯田 迎来一年当中的最佳观赏期 层层梯田就像金色的绸缎铺展开来 游客们在田间漫步 感受道花香里说风年 田间散落的民居 也错落有序 与大山融为一体 画意十足 根据统计 截至今天上午的时点 国庆假期 龙脊梯田 已累计接待游客 9.5万人次左右 今年 内蒙古通辽市的玉米播种面积 达到了1900余万亩 眼下正值玉米的收获季 当地抓紧情好天气 进行收割 在通辽市苛索后期 冒到土酥玉米地里 随着大型玉米收割机的轰鸣 金黄的玉米从卸凉口倾泻而下 不一会儿就装满了运凉车 收割后的玉米接杆 在现场被捆草机粉碎 包裹成一袋袋草料 作为牛羊过冬的四草补给 为了提升玉米单产 近年来 通辽市与中国农科院合作 大力推进以玉米密质高产 精准调控技术模式为核心的 节水增粮行动 今年通辽市落实玉米密质精准调控 高产技术模式面积602万亩 比去年增加364万亩 该技术与传统种植相比 每亩提高株数500到2500株 每亩节水40% 每亩增产100公斤到200公斤 在湖北武汉古村大鱼湾 一年一度的晒秋美景 在国庆假期里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去观赏 窗台上 屋顶上 晒架上 铺满了金灿灿的玉米 红通通的辣椒等农产品 晒出了丰收的画卷 也晒出了最美的秋光 更晒出了农家甜蜜生活的味道 游客们徜徉在晒秋的画卷里 拍照留念 大鱼湾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民村 每年的晒秋都带动了周边的民宿 农家乐 农特产品的消费热度